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Rohit Sharma在国际板球比赛中打破了六次击球记录 随着最后期限的到来 加拿大外交官仍然留在印度 澳大利亚正在与印度尼西亚商讨 可能挑战沙特阿拉伯参加2034年世界杯的事宜 全球能源消耗将在2050年前增加 超过效率提升 美国能源信息数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和马来西亚的Proton 正在考虑在泰国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泰国总理表示 等等 请大家收看 Rohit Sharma在国际板球比赛中打破了六次击球记录 英国独立报 Rohit Sharma在所有形式的国际板球比赛中 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他在国际板球理事会世界杯 对阵阿富汗的比赛中取得了这一成就 Sharma还打破了卡皮尔 德夫在世界杯中为印度创造的最快百分记录 他用63个球达到了这一里程碑 这是Sharma在世界杯中的第七个百分记录 是任何印度球员中最多的 他以出色的打击表现带领印度在对阵阿富汗的比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Sharma在比赛中打出了四个六分球 使他的ODI六分球总数达到了296个 随着最后期限的到来 加拿大外交官仍然留在印度 加拿大CBC 尽管印度要求加拿大将其外交人员减少三分之二 但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加拿大外交官仍留在印度 印度声称在加拿大只有21名认可的外交官 而加拿大在印度有62名 加拿大官员对印度的算术提出了质疑 因为印度的说法与加拿大认可的外国代表注册表相矛盾 该注册表显示印度在加拿大有60名外交官 印度的要求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意外 因为这代表了对加拿大先前指控印度 在加拿大的一起谋杀案中起到了作用的外交官 互相驱逐的戏剧性升级 澳大利亚正在与印度尼西亚商讨可能挑战沙特阿拉伯 参加2034年世界杯的事宜 美联社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足球官员正在考虑 联合申办2034年男子世界杯的主办权 以对抗沙特阿拉伯 谈判正在进行中 可能还会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参与竞标 尽管今年早些时候发生了政治动荡 但印度尼西亚在举办男子优势期世界杯后 被认为有竞标的可能 任何对2034年世界杯竞赛中 与沙特阿拉伯竞争的对手 必须在10月31日之前表达正式兴趣 并在11月30日前提交正式竞标协议 全球能源消耗将在2050年前增加 超过效率提升 美国能源信息数 雅虎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 全球能源消耗预计将持续增长至2050年 并超过能源效率的提升 人口增长 生活水平提高和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都预计会促使能源消耗增加 从而导致到2050年 全球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预计零碳技术将占据全球能源产能和发电量增长的大部分份额 电池储能容量也预计会大幅增长 从2022年的全球电力容量 不到1%增长到2050年的4%至9%的范围内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和马来西亚的Proton 正在考虑在泰国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泰国总理表示 美联社 据泰国总理Thressa Savison表示 Proton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吉利 正在考虑在泰国建设一家电动汽车伊利工厂 吉利持有Proton49.9%的股份 Proton是DLB HECOM Bailhead所有 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对Proton的投资 帮助振兴了这个陷入困境的马来西亚品牌 本周早些时候 DLB HECOM和吉利正式达成协议 在马来西亚中部Parrot州开发一家汽车中心 预计吉利将投资110马来西亚令吉21亿美元 NASA将首次展示新返回的小行星样本 加拿大CBC 美国宇航局计划于本周三展示 有史以来最大的从小行星采集的土壤样本 此前 Osiris Rex宇宙飞船上个月返回了样本舱 这些物质是三年前从禁地小行星被弩采集的 预计将提供有关岩石行星起源和发展 以及生命演化的线索 样本估计重量在100至250克之间 更精确的测量结果将于本周三公布 采集一份没有地球污染的原始样本的目标 也将得到确认 斯德戈尔摩成为2030年冬季奥运会的有力候选城市 札幌退出竞标 加拿大CBC 札幌市和日本奥委会Jock的官员宣布 该市正撤回申办2030年冬季奥运会的申请 这一决定是在该市面临来自市民的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 原因是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有关的腐败和投标操纵丑闻 札幌市市长邱元克广和Jock主席山下太益表示 市民对承办奥运会的财务负担感到担忧 并且对奥委会失去了信任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现在被视为主办2030年奥运会的热门城市 而阎湖城有望被选为2034年的主办城市 札幌市官员表示他们可能会考虑申办2034年的奥运会 但机会很小 这起腐败丑闻涉及多家公司和个人 包括广告公司电通的前高管 他参与了东京奥运会的赞助安排 日本官方在2020年奥运会上花费了约130亿美元 但实际成本可能要高得多 安迪、穆雷因商退出下周的日本公开赛 英国独立报 安迪、穆雷宣布因商退出东京日本公开赛 这是在上海大师赛首轮失利后的决定 穆雷计划在10月底的巴塞尔瑞士室内网球赛后重返赛场 接着升加巴黎大师赛和莫泽尔公开赛 他也有可能被选中参加11月底的戴维斯杯决赛 穆雷希望提高自己的世界排名 以便明年奥网能够获得种子选手资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简报的固定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是板球比赛中的记录突破 印度板球选手Rohit Sharma在世界杯中创下了六个新的记录 这真是令人惊讶呀 接下来是加拿大外交官留在印度的问题 这真是一场算术问题的戏剧性升级 然后是澳大利亚和印尼商讨挑战沙特 参加2034年世界杯的可能性 这真是一场足球的角力战 接着是全球能源消耗的预测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灵探技术了 然后是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和马来西亚的Proton计划 在泰国建立电动车工厂 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最后是Narsai将展示新返回的小行星样本 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宇宙的神秘之旅 并且闸谎退出了申办2030年冬季奥运会的竞争 最后我们还有安迪 穆雷殷商退出日本公开赛的消息 这些新闻真是多彩多姿啊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 Rohit Sharma在板球比赛中的表现真是令人惊叹 他不断创造记录 展现出色的技巧和天赋 对于加拿大外交官留在印度的问题 这真是一场有趣的算术游戏 不过 我们也希望这种外交问题能够尽快解决 以便双方能够继续合作 澳大利亚和印尼商讨挑战沙特 参加2034年世界杯的可能性 这真是一场足球界的豪门之争 我们期待看到 这些国家为了主办权而努力奋斗 全球能源消耗的预测显示 我们需要更多的灵碳技术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题 我们应该支持和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将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和Proton 在泰国建立电动车工厂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将有助于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减少对传统燃油车的依赖 最后 NASI将展示新返回的小行星样本 这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宇宙的奥秘 这些新闻真是精彩分成 现在轮到你们了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工作室 都可以通过电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